祝主兼兼护士国 给我力量保守我 使我一生走载路 始终心满意足 好 我们开始这场的聚会 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把我们摆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 让我们能够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主啊 为着在这个家中 祢所有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感谢祢 为着前面未知的岁月 我们也交在祢的手中 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真实的成长 也帮助我们在这里 真实的被祢来装备 好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合你心意 更讨你喜悦 更能够在你手中有用的人 祝福我们这一堂的聚会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想连续两堂聚会对大家不容易 但是很难得 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一生里面 选择加入什么样子的教会 当然先不要讲教会 就是你选择嫁给谁或娶谁 是人生中很大的事 对不对 是非常重要的事 一丝组成千古恨 或是找对了另外一半 终身蒙福 另外还有人生很重要的抉择 就是你可能选择哪一个主修 或是你的career 或是你到你做哪一方面的工作 可能也影响了你这一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就是当然是我们选择的信耶稣 这是最大的 我现在就是说 除了信耶稣以外 我们选择加入哪个教会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呢 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过教会的生活 比你选择加入什么的一个正统的教会 还更重要 就像我们在Silicon Valley的人 我想我们都很容易明白 就是因为基本上大家生活的 这个轨迹都差不多 我们都很想找一个好的学区搬过去 为什么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 那我相信选学校虽然重要 但是孩子的学习态度 跟他学习的环境 跟他的同学的素质 跟这个学校在传什么 通通也都是我们应该很在乎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教会生活 一方面我们要在乎选择的教会 但是只要是一个正统传神化的教会 都是我们可以在那里好好侍奉神 好好成长的地方 而关键是在于到底我们存着怎样的态度 来过教会生活 所以教会生活对我们这一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不久以前才有六七个礼拜 讲家庭生活 Family Months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讲到家庭生活 那家庭的确太重要了 但是教会是另外一个 在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团体 家是一个小单位 那教会是一个大单位 是一个大的家 所以选择怎样的教会 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在我用怎样的态度来过教会生活 它决定影响我们这一生 我们今生的品质 生活的品质 它也一定影响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旨意里面 我们属灵的价值 所以当很多弟兄姊妹换工作 要搬到别的地方 搬到别的地方 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在乎的 就是你周围有没有一个属灵的环境 但你周围有没有一个 要主爱主的教会 让你可以加入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 比你找一个好工作更重要 工作不过是让我们的收入 多增加一点 工作不过是让我今生的career 可能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但是再怎么样 它是一生它是短暂的 我刚刚今天早上去英文组 跟他们讲 spiritual inheritance 我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一生里面至少有两本部纸 有一本部纸是你的personal history 从你出生到你成长 你上什么学校 你有什么成果 你这一生所有的遭遇 如果神把我们全部记起来的话 每一个人有一本自己的历史 但是有一本部纸是专门记载我们这一生 任何事情跟基督发生关系 跟神的国 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 有另外一本部纸 所以马拉基书说 连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 神都把他们的话记下来 这个不是我编的 这是圣经上讲的 所以今天到底在我们这一生里面 有多少的东西被神记下来 多少的东西它有永恒的价值 到底有多少的东西是跟神 跟神的国度发生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参加怎样的教会 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过教会生活 我们周围属灵的同伴 是一个怎样的属灵同伴 对我们这一生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因为你想想看 你每个礼拜就是来这里 属灵的教育基本上 除了我们个人灵修 圣灵直接教导我们以外 我们很重要的属灵成长环境 就是在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讲教会生活 这个题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在这边 第一个就用我们自己的口吻来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 你们觉得呢 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 还在沉醉在第一堂 是我的信息里面 什么 你要得到属灵的喂养 很好 还有没有 任何人 不要不敢看我 我看很多人马上头低下来 为什么要有教会生活 为什么要有教会生活 为什么要成长 很好 要有属灵的喂养 要成长 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我现在说过教会生活 希望在身体里面 OK 好 刚刚谁 属灵的家 很好 Cindy 属灵的support 享受主 你们的答案都很好 真的每一个都很好 因为这是我们本人的回答 就是我加入教会 因为我有需要 我有渴慕 我希望在这里成长 或是说我为什么加入教会 因为我希望在教会里面 我能够蒙恩 能够蒙福 我能够得到最好的造就 能够得到最好的关怀 当我需要的时候 有找到同伴 有support 这些统统都是我们来教会 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我今天要先讲 教会生活的目的 就跟我们前一阵子 跟弟兄们介绍的那一本书 我们最近正在读的 我刚刚因为去那边 没有机会听Roger弟兄的见证 我相信你们听了就知道 弟兄们参加这个很有收获 所以你们应该来 就是婚姻的目的 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幸福和快乐 这是我们传统的观念 这是好莱坞的思想 这是今天这个世代 最普遍根深蒂固的观念 我结婚是为了我的幸福和快乐 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说 婚姻的首要目的 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幸福和快乐 那个只是一个结果 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 那同样的 今天教会生活 我们为什么过教会生活 也是一样的 我希望在这里得到喂养 我希望在这里找到家 我希望在这里有属灵的同伴 我希望在这里得到关怀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享受主的爱 这些通通都对的 但是来到教会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 对我姊妹 因为神把祂的国 把祂的旨意托付给我们 祂把祂的荣耀托付给我们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 短短地刻履今生 不过几十年 最多一百年 不要讲最多一百年 我们江老弟兄已经一百多岁了 就算一百年好了 到底有多少东西 跟神的国度发生关系 到底有多少的事情 跟神的荣耀 跟永恒发生关系 那这是神在乎的 而且我也决定相信 弟兄姊妹 不要等到你去建筑 也许在离开地上之前 你就会觉得 这是真的 你最在乎的 到底我今生有什么东西 有真正永恒的价值 所以教会我们要知道 教会一方面 它是神的居所 这是神住在这里 所以祂的同在 祂的approval 祂的喜悦 是我们来教会 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要来过教会生活 我不是在这里 要跨过祂 我要在这里 找到属灵同伴 我不是要跨过祂 我要在这里 得到属灵的教育 我是要来到这里 来遇见祂的 我是要来这里 侍奉祂的 我要来这里 讨祂喜悦的 如果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来教会的目的 我跟你讲 就像我们讲婚姻一样 如果幸福快乐 是我婚姻的目的 早晚你就会开始发现 这个期望 是婚姻痛苦的原因 因为当我得不到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埋怨 把我的frustration 把我的要求 都放在对方身上 觉得你为什么 没有满足我 你为什么不能够 让我过一个快乐的家 为什么我的家不像个家 你把责任埋怨 都放在对方身上 我不知道刚才Roger 弟兄有没有交通 他在弟兄会交通到 像荆棘一样 对不对 当你靠近我 你不靠近我就没事 你靠近我就有你受的 你一定被我扎伤的 而你被扎得多痛 我不知道 因为是你在痛 因为我们只顾到自己 所以婚姻是这个样子 来到教会也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把来到教会 我必须得到这个 必须得到那个 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你把这个要求都放在 牧者或者教会的 leader身上的话 对我姊妹 这是 unfair 那不仅仅是不公平 而且那是我们 为什么在教会生活 不能满足的 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都只顾到自己 我们忽略了教会是为了神的荣耀 教会在这里 神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借着教会来做 的确在这里会蒙福 会蒙恩 会享受爱 会享受这个 会享受那个 但是那个是一个容神 一人的教会 一个健康的教会 它该有的结果 而不是我来教会的目的 你来教会的目的 如果只是为了找一些好朋友 不要来教会 你也找得到 我有一个高中的同学 他自然来这边度假 我上次已经邀他来了 我们几十年的好朋友 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讲 什么东西都可以享受的 他还没信住 就是我要找好朋友 我可以的 我很多胡群狗挡 谈得来 聊得来 在一起 差不多都是讲得 让大家都很快乐 或者分享 也可以分享心中的痛苦 那些东西在世界上 一样可以找得到 当然品质可能比不上教会 但是原谅我说 受伤最重的也常是在教会 所以今天来到神家 我们必须要认识 过教会生活很重要的目的 是因为神的同在在这里 我们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 祂把祂自己充满在这 不光让我们享受祂的祝福 享受祂的同在 而且更是在这里 承受他儿子的生命 要做他儿子生命的见证人 个人是这样 家庭是这样 教会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先对教会的生活 有这样子一个 正确的认识的时候 你在过教会生活 你是带着使命感来参加 而不是带着要求 带着期望 因为我们会有很多unmet needs 跟婚姻是一样的 那种不能满足的需求 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的沮丧 不满足 一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的态度是带着 我刚才说的 是幸福快乐的话 我们一定失望 然后我们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没有得到 它最好的那一部分 而我们给教会带来的 也常常不是我们最好的这一部分 就跟婚姻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 主在这里 借着我们讲这些生活上的信息 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好好的 所以今天教会 正常的教会 健康的教会 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 正常健康的家庭里面 同样的 当一个教会正常健康的时候 我们一定在主人面前 有太多的祝福要承受 有太多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 有太多神圣的使命 我们可以一起完成 这是神所要的教会 所以为什么 这个 Spurgeon 斯布申牧师说 他说你爬也要爬回教会来 爬也要爬回到神的面前来 你累到一个地步 已经不行了 你还是得爬回来 因为神家充满了神的同在 神家充满了神的生命 神家充满了神的祝福 不思光只是希伯来书 十章二十五节 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只是一个命令 弟兄姊妹 因为它实在是 我们生活里面太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有健康的教会 一定要有健康的家 但是你从另外一面讲过来 也是一样的 有健康的教会 帮助我们容易有健康的家 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 因为它的原则都是一样 婚姻是为了神的荣耀 同样的 教会是为了神的荣耀 婚姻需要舍己 教会的生活决定需要舍己 婚姻需要你带着使命感 进入婚姻 教会更是需要带着使命感 进入教会 因为教会是神的居所 神同在的地方 教会是神的荣耀 那神整个旨意的完成 跟教会息息相关 所以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 《启示录》一共有多少章啊 都发呆了 《启示录》二十一章 讲到二十二章 新天新地降临神 永远之一完成之前 讲到二十一章 它讲到有高养的心腹 有圣承心耶路撒冷 从天而降 而这两件事情 都是讲到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光 只是盼望主快点回来 今天教会能够欢迎迎接 让主早点回来 在于教会的成熟 所以我们不光要为自己教会祷告 要为这个世代的众教会祷告 而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这个众教会 所面临的压力挑战 试探危险 最可怕的一个挑战就是 没有一个世代像这个世代 这么眺望人的自我中心 这个后现代的思维 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然后整个lifestyle 就算你不是这个自我中心 你也置顾不暇嘛 对不对 从早到晚忙得不得了 人的心都在自己 自己的家 自己的工作 然后有一点力量放到神家来 已经整个reverse过来 但是教会 教会是神跟神旨意发生关系的 神的荣耀借着教会彰显 神的旨意的完成 借着教会的成熟 所以更何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拿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我本来这一堂的信息 教会的生活应该是 跟下一堂顺序是颠倒的 但是因为讲台的安排 我必须把它给反过来 所以这堂如果跟在那一堂后面 就更好了 但是没有关系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跟基督是一个 根本同一个生命是分不开的 然后是它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所以教会在这里 整个所承受的 所要彰显的 那是宇宙中太伟大的生命 就是耶稣自己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教会所能够拥有的能力 它对仇敌所产生的威胁 它能够带下来的祝福 它能够所发挥的影响力 都决定不是个人可以相比的 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例子了 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 十根筷子折不断 一个炭火一下就灭了 摆在炭堆里面 哪怕你原来是湿的 是冰冷的 你放到炭堆里面 它一定烧起来 炭堆里面 你把最红的拿出来 放到一边去 它冰冷 它熄火是朝晚的事情 所以你就晓得 今天一个人 我们所能够承受的祝福 我们能够所产生的能力 我们能够所对抗的仇敌 都远远远远远远远 比不上教会所能够发挥的能力 教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 教会所能够带下来的祝福 教会能够在仇敌面前 所带下来的力量 所以以前他们有过比赛 看这个马可以拉多重的东西 冠军的那匹马 可以拉4500磅 那不得了 那真的是这样可以拉4500磅 亚军的那个拉了大概4300磅 我记得 4200磅 所以两个人分别 一个4500 一个4200 所以拉了8700磅 结果他们做了一个实验 把这两匹马合起来 两个一起拉 结果拉了12000磅 多了3300磅 两个就比他们个别的能够做的就多了 你看在圣经上里面 迦南七祖各个高高大大的 对不对 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打仗 那神在立位纪26章 对神百姓的应许 就是你们如果顺服神的话 你不是一个对一个 如果我们真的顺服神 大家真的同心为了神国活的话 他说你们五个人 可以叫一百个人逃跑 就变成一个人可以打20个了 不是一对一了 一对二十了 他说一百个人能够叫多少人逃跑 如果乘以二十的话是2000 那圣经上说一百个人 可以叫一万个人逃跑 换句话说 只要真正同心 为着神的荣耀 神的旨意而活着 我们所产生的力量 那是加成的 不是加的 是加成的 是成数的效果 所以今天在神家里面 教会所能产生的力量 是决定不是你个人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说 我在家爱主就好了 特别现在这种 很多教会 已经提供了这种现场直播 所以礼拜天不聚会的人越来越多 早上起不来没有关系嘛 喝着咖啡翘着脚 吃着水果 狗还跳在你身上 孩子在旁边玩 在那边听着教会 听于牧师讲道 一样笑啊 一样听啊 他们在那边敬拜 在那边流泪祷告了 你就起来上厕所了 去搞院子 你还是觉得你好像在聚会 但是我跟你讲 在教会跟不在教会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在这里提供了我们 更多遇见神的机会 在这里圣灵直接工作 在教会里面 同心地祷告 教会的保护 教会的教导 教会的纠正 有时候我们走到悬崖边缘 真的需要被管教 需要被挽回 弟兄姊妹 这都不是我们个人 独自可以做到的 我们需要神的家 我们需要教会 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过 教会跟基督分布开来 教会根本就是基督 团体的基督 所以是福音 讲耶稣 个人的基督 在地上的行传 使徒行传 讲团体的基督 基督在复活里 在圣灵里面 在教会里面 他在地上的历史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个人接受着耶稣做生命 整个教会 更是在这里 做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 所以我们最近 刚在读约翰福音 你不管读约翰福音 读约翰一书 老约翰 神给他一个 很重要的托付 就是把神儿女们 带到起初 带到神的心意中 带到生命的里面来 所以约翰福音 跟约翰的书信 它基本上 约翰一书 约翰福音 都可以分成三大段 他讲到基督 讲到祂是爱 讲到祂是光 祂是生命 祂是能力 祂是灵 就是这三方面 这是基督身上的 最明显的特点 祂来把神的爱带来 祂来 祂把光带到了 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但是神却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这个地 同样的 祂来把生命带来了 把永恒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带给我们 祂是灵 祂是能力 我们这个人软弱 无能 没办法的 带着基督来 全部改变 所以基督是光 基督是爱 基督是生命 是能力 同样的 今天教会在地上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祂生命的发表 我们是祂生命的承受者 跟彰显者 所以一方面 教会在这里承受基督 不断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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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佛所书 能够说 满有基督长成的声量 教会在生命里面 不断地长 同样的教会 也在这里彰显基督 所以 听摩台前书 三章十六节 说大灾尽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祂不光讲到耶稣基督 祂也讲到教会 今天在教会 教会应该是充满了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我从小的时候 我去参加青少年聚会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耶稣 说 自己是小耶稣 哇 那把那个使命交给我们 他说你到哪里去活 就是要活耶稣 今天这种道很少人讲 这是圣经嘛 菲利比书刚讲的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既然基督是我的生命 既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又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那么我就是应该是基督 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法表 祂是光 祂是爱 祂是生命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 教会是爱的时候 教会给人的特点 很多 对不对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 我相信自己的教会 希望不要再回答错了 因为我上次在东岸讲道的时候 就有弟兄姊妹跟我讲 他说余弟兄 没有想到你自己牧养的教会 弟兄姊妹都会答错 他说所以我们答错了 我们就觉得还好 因为我说我问大家 我那时候问过大家了 我说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还有没有要回答 答错没关系了 我陪你丢脸 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神的同在 谢谢 叹口气 教会最大的特点 应该就是神的同在 而不是爱 其实我们太多的观念 觉得教会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爱 爱是教会该有的见证 爱是教会不可以少的 爱的确是教会的 非常重要的特点 不可少的特点 但是教会最大的特点 是神的同在 是什么使我们 与地上的外民有分别呢 乃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 人在什么事情上 知道我们跟地上的外民 有分别呢 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吗 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事 但是神的爱 也的确是教会里面 一个明显的特点 所以主耶稣才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约翰福音13章35节 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这是中文的翻译 不是光有心就够了 那个有跟得心 都是中文的 我弄了挂号 把它挂起来 就是那个应该删掉的 你们若彼此相爱 怎么样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弟兄姊妹 大家都觉得 我有心要去爱 有心爱跟真正活在爱里面 那是两件事情 我很有心半夜起来 帮baby换尿布 但老婆还是你去吧 我起不来 对不对 我很有心家事全包了 可是你回到家 累到躺到那边看电视 就是起不来 我很有心决定准时 不要与弟兄说 我真的巴不得找到 可是就是迟到 所以我们那个弟兄 他说他那天做梦 半夜梦到 他帮自己写墓碑 你要记得 他写完墓碑以后 他给自己写墓碑 他在这里躺着一个 全心全业爱主的人 你没想到主来纠正他 他这里躺着一个 有心全心全业爱主的人 就表示你只是有心 跟真正spiritual reality差远 所以在神家里面 要能够活出真正的爱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讲到教会 是世上的光 世上的言 对不起 那个爱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多讲一点 就是我们对爱的定义跟期望 跟在婚姻里面是很像的 因为我们总觉得 是我需要fears good 我活在感觉 或是我们是活在一种条件的里面 就是如果你爱我 我就顺服你 那如果你顺服我 我就照主的话 我爱你 所以每一个人读以佛所书 都加了一个条件 以佛所书神从来没有给条件 你们做妻子的就是要爱你们的丈夫 不是 你们做妻子的就是要顺服你们的丈夫 对不对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要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 那我们就加了条件了 如果我的弟兄爱我 顺服她是自然的事情 那丈夫就说 我的妻子 神对丈夫的要求清清楚楚的 基督怎样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我们也当照样爱自己的妻子 可是我们就加条件了 他如果顺服 我爱她是很自然的事 爱是不能勉强的 她只要顺服 只要温柔 只要听我的 我一定爱她 这都是我们家上去的条件 那弟兄姊妹今天来到神家里面 我们要讲彼此相爱很容易 但是其实在教会里面 我们读了这本书的第二章的片头 它说婚姻是一个无情的揭发者 对不对 同样的我跟你讲 不光婚姻是这样 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是我们这个人 肉体生命无情的揭发者 你不来教会还好 会摸着你 会against你的人不多 因为你不喜欢他 你就离开他 你不喜欢那个工作 换一个工作 你不喜欢你的朋友 就不要接他电话 可是你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里面 它是一个你逃不掉的关系 它是一个肉体生命无情的揭发者 你会发现我们的爱 我们这种属灵的生命 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家庭里面 在教会里面 各方面都受到挑战 把我们那些 自己不知道的死角 那些悲情下贫 那些见不得人的那些丑陋 其实都借着家庭 借着教会在这里被揭发出来 我从小到大在教会几十年 看到教会里面出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根本就想到 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 台上在讲道底下 拿番茄打传到人 这次发生在我小的时候 九岁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的教会 你能够想到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吗 我们不久前去 我们去年去欧洲一个国家 弟兄姊妹在教会打起来 打到警察来 打到上报纸 打到到最后法院 判这个教会关门 整个封锁至少一年 打起来打群架 你说这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那么糟 当然他们没有那么糟 教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人的肉体是没有底的 没有止境的 所以为什么越利明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够视透呢 我跟你说 连你自己知道的黑暗 别人不知道的 你自己以为你知道了 你还是不知道 你还有更多更黑更坏的 自己不知道 在神家里面 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一班人中间 摆在那一班人中间 摆在这个弟兄底下 摆到碰到余弟兄 你就想说奇怪了 为什么别的教会牧者 都不是这个样子 你会有很多的想 会去羡慕别人 但是弟兄姊妹 其实神在这里 真的是做我们 肉体生命无情的揭发者 祂把我们揭发出来 所以我后来自己 为什么也在讲道中 也鼓励过弟兄姊妹 你要为了周围 让你不舒服的人感谢神 看你们怎么都吓得那样看我 要为了周围那些 让你不舒服的人感谢神 因为不舒服 就碰到我们的天然生命 碰到我被搅扰 被过不去的那个个性 那个自私 那个自我 所以我甚至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你应该感激 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 他们为了你受苦了 虽然你觉得你是从他受苦 但是你知道吗 他要成为逼迫你的人 他也要付代价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像我今天如果成为 国豪受苦的原因 他看到我就头痛 看到我就睡不着觉 就头痛 什么样 那他慢慢有一天 在主面前过关了 他靠着主 这家得事 他得生命 余弟兄 冰来降挡 水来吐烟 你对我再坏 我都从神手中接过 我都用属灵反应你 你知道神一定管教我的 我受的亏损太大了 因为我take advantage of他 我欺负他 我在他身上得逞 我的脾气 能够随便地发给他 那他在主的面前 力来顺受 他学了 他长进了 他得到永恒的生命 他属灵生命成长像耶稣了 但是我却越来越像魔鬼 我将来去见主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脚掌 所以你要知道 主为了要制作你 我有时候牺牲了旁边的一些人 所以我说这个杰作 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 我跟你讲 很多的杰作都需要特殊工具 需要special tools 没有这样子的特殊工具 那个瑕疵拿不出来 没有那个特殊的工具 还不能够弯到那个角落 那个米开朗基罗雕刻像 有些鼻子还挖不出来的 他需要特殊的工具 打到那个死角里面 去把那个东西给拿出来 变成一个杰作 我自己承认在我的生命里面 在教会里面 是我整个人剥皮又剥皮 天然生命被神暴露 太多里面天然人的败坏 不像主 不合神心意的 需要借着教会的生活 家庭生活一样 神在这里竭尽我们 神在这里竭尽我们 神在这里降卑我们这个人 神在这里塑造我们这个人 神在这里雕刻我们这个人 所以真实的爱 弟兄姊妹是讲到 阿嘎培 你们若彼此相爱 用的就是阿嘎培 就是讲到神的爱 真的是在主里面的 我们里面看到我们是同为一体 同为后赐 同蒙应许 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 同命同心同前途 我非爱你不可 你也非爱我不可 虽然我身上有很多地方不好 请你包容我 Be patient 所以Bitgram的太太 那个Ruth 他还没有走以前 人家问他说 你的墓碑上面要写什么 他说我的墓碑将来死的时候 我要写说 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所有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谢谢你的耐心 你看到施工中 诸多不便的牌子 他就说我走了以后 我就说Construction is over 工程结束了 谢谢你们的耐心 你现在到北卡去看他的墓碑上面 就是写的这句话 我也先跟你们讲 Construction will be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真的 你们在我身上一定也碰到很多不舒服的事情 我们在神家里面 看见神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 摆在教会里面 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洁净 为了让我们这个人可以被降碑 真正地设计 能够向耶稣 这次讲到教会 彼此切实相爱 这个切实相爱不容易的 不是表面的吃喝快乐在一起 那是酒肉朋友 我们是在神的里面是同命同心同前途 那个生命让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同一个使命 我们同一个前途 所以我们虽然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虽然不完全 但是我们真诚相待 我们是来真的 第二个他讲到是世上的光 是世上的盐 主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只能叫他再闲呢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教会如果健康正常的时候 人来到中间 你传福音其实不需要太费力的 他本身就被光照 他本身里面就羡慕 他本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他觉得我也想要 所以这是为什么威尔斯大复兴 我说是罪人自己来敲教会的门 来敲基督徒的门 说我想信耶稣 我们昨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 陈明还说Rainbow团契 礼拜五两个做intern的会后 就决定说要信耶稣 你教会正常的时候 教会真的是充满了光 充满了盐 光跟盐都是为了对付黑暗的 对付仇敌的 光来把黑暗赶走 光来黑暗一定被赶走 只要是真光 黑暗一定留不住 它一定被赶走 只要是盐 没有失位的盐 盐来了就防腐 对不对 那同样的光跟盐 也有正面的功用 光来了给人指引 给人安全感 给人方向 同样的盐来了 给人活力 给人新鲜感 不会那么枯燥无味 人生乏味 所以教会是光是盐的时候 人来到我们中间就觉得 你们这班人怎么不一样 你们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这班人不一样 所以我想过 从前台湾有一个空军高级将领 她的太太 一天到晚她的朋友 都是牌桌上的朋友 大观贵人 天天比穿衣服 比世界上的东西 她说有一次被人家 硬是要去聚会的时候 她说她才进到那个房间 去参加聚会 发现那里的人都这么朴实 姊妹都穿着蓝色的挂子 弟兄穿着卡机裤 摆衬衫 就是这么简单 教会没有什么显赫的设备 什么东西都没有 可是她说 她一来到他们中间 她就说 这班人是去哪里找来的 是她外面没看过的 她怎么个个都是 这么朴实 但是生命里面有一种尊贵 有一种气质 那种爱 那种 就让她感觉不出来 她说 她后来信耶稣做见证 她说那天聚会才开始唱诗歌 她坐在底下就一直流泪 一直流泪 她觉得我真脏 我是个罪人 还没有人跟她传福音 她自己已经觉得自己脏 光来了 不用讲 自己知道自己脏 所以教会里面应该要正常 我们今天不需要为了 这么多世界的堕落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叹气 在这里难过黑暗当选 弟兄姊妹教会发光 发光的话 以色列全地都黑暗的时候 不是 埃及全地黑暗的时候 以色列的家中人就有光 人愿意来就光 不是教会 教会生活 就是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在这里把真理的准神 给大家出来 那么第三个教会 是基督生命的彰显 我们是他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活出来就应该是他 所以以前有一个老弟兄 大概几乎快 八九十年以前吧 我想大概在印尼讲道的时候 对着底下上千的会众 他说如果一个活物 里面装的是狗的生命 它活出来是什么 全场上千人都说是狗 他说如果在这边 有一个living creature 有一个活物 里面装的是基督的生命 请问活出来是什么 底下全场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讲 没有人敢讲 他就说我再问一次 如果装的是狗 活出来是什么 全场都说是狗 他说如果装的是基督呢 又不敢讲 就是我们连最基本的真理 因为自己的失败 因为自己的不配的感觉 让我们不敢有那个勇气 去相信神要做这件事情 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不是只是教我们 信耶稣可以将来上天堂 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 给我们这样败坏的罪人 是要来替代我们 要透过我们这个人 在我们所在的岗位 所处的世代 所处的环境里面 来活出耶稣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托付 所以教会是他生命的发表 所以人来到教会里面 应该感觉到 这一般人是充满了活力的 不是死气沉沉的 不是愁眉苦脸的 我们生命丰盛加上自由 这是教会生活该有的情形 虽然我们自己常常觉得自己不配插远 但是有的时候别人来 还真的觉得我们中间不一样 你们记得一年多前 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 他回去以后就叫他的女婿女儿 也要来这个教会 他说因为他自己是学气功的 他说这个教会的正能量很多 他说你一定要来 你一定要来 他说我一来到这里 就发现这个教会正能量太强了 他说来到这个教会就要深呼吸 要多吸一点回去 这是他们表达的方式 弟兄姊妹 我真的巴不得教会 真的是生命丰盛加上自由 我们真的把基督活出来 人来到我们中间 不是我们外面活泼 叫做生命丰盛 而是我们真的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 人在我们身上碰到一种 说不出来的力量 我18岁去台北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是已经 因为考不上大学 在台湾20岁是要当兵的 当三年 当完三年兵以后 他回来再重考大学 所以我18岁的时候 我们那些退伍的军人 已经都是23、24岁 在我们那个年纪 就觉得已经大很多了 还有的是混帮派的 你知道这些人来当同班同学 平常大家跳舞 出去逛街 吃喝都可以在一起 当他自己碰到挫折 碰到烦恼 碰到很深痛苦的时候 我都记得半夜 他跑到我的床边找我 我跟他在我们学校旁边的桥边 陪他一个晚上陪他谈话 他心中很多的苦门 他说我虽然不信基督教 我也对宗教不了解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帮助我 所以他就把他很多的苦闹 跟我们讲 我们上班里面 也是有人跑来找我们 他说你一定是基督徒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该怎么处理 因为在我们里面 生命是真的的时候 别人会知道 教会更是这样 所以我们巴布的人 来到我们中间 能够看到我们中间 就是跟世人不一样 太多的地方 可以表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不是借着行为 但是行为很重要 所以我为什么会 跟年轻的孩子们讲 我说你们碰到大人 要打招呼 以前有个日本妈妈 来到我们这边 英文组接她的孩子 她不敢相信说 我们这边的年轻人 会跟大人打招呼 他们在日本教会的 年轻下一代跟大人见面 好像是陌生人 也不会打招呼 那同样的我也跟我们的大人讲 碰到这些年轻孩子 要跟他们打招呼 我们要跟世人不一样 不管世界变得怎样 神家就是神家 神家就是基督的彰性 神家就是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要把它给活出来 这是教会 好 那我要很快地讲 那这三个特点 光 爱 生命 跟我们教会的CEO的这个 我们教会的CEO的方式 跟他其实是很配合的 我是昨天自己在想 或者前两天在预备信息的时候 突然想到 我们的CEO 其实跟他是很matched的 对不对 C讲到关怀 讲到爱 Taren E讲到生命的建造 我们在这里生命成全彼此建造 O讲到我们做光 做盐 在地上做outreach 把福音 把主的恩典 把主的爱传播出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方面 我们都能够好好地加强 真的在各个方面能够活出 小组该有的function 也活出教会该有的function 希望这个CEO的同工都不是挂名的 是真正能够把教会 该有的这个见证 一个身体里面该有的这个功能 能够把它给活出来 那么教会生活的实行 对不起 我需要过几分钟呢 好 我快一点 第一个要过脱罪跟分别为圣的生活 哥尼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 讲到岂不知一点面孝 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 所以教会跟地上最大的不同 在于神在这里 而神是圣洁的神 那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他说你们要追求与 不是 彼得 对不起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 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也要追求圣洁 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所以你发现神要求教会 要追求和睦 在爱里面和睦 同心和意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 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没有罪 不然神不愿意跟我们同在 在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一定要对付罪 我们个人的 家庭的 教会的 一点面孝能够使全团发起来 那不光是罪恶 就连我们任何的 像这个面教 主耶稣也说是错误的教训 对不对 有任何的言语 批评 论断 rumor 或是我们有任何的观念 像今天这个世代的观念 很多的观念都进到神家里面来 查经聚会都是说 你读这段圣经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们可能觉得这个没有错 对不对 你读的这段圣经要不要分享 你的心得 你的感觉 这都已经是后现代文化的思维 已经洗脑了神的你们 你读这段圣经的感觉是什么 为什么不问说 这段圣经圣灵想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一个艺术学院的教授 他自己带着学生去 他说现在已经都改变了 大家看这幅画 这幅画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而不会问说 作者 画者在这幅画里面想要表达什么 发现我们全部都是绕着自己了 读经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已经被世界的观念进到教会里面来 所以错误的言语 教训 观念 还有肉体的行为 态度 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 过教会生活我们要一起来 不是只有少数人去对付 我觉得我们要保持教会的纯正 我真的希望你们保持这个教会的纯正 我刚才也跟那些孩子们讲了 我说这块地 我们决定不能够为这钱把它给卖掉 这是神的荣耀要充满的 我们要知道这块地是为了神的荣耀的 教会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的价值 知道我们是干嘛 大概三年前东岸有一个教会的人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非常痛苦 他们教会里面有人在教会后面发传单 我说什么样传单 他说攻击教会的牧长职 我说为什么要攻击 他说因为这个教会是很早以前 几十年前查经班开始成立的 后来变成教会 他说这些当牧长的都是台湾来的 他们都是已经成家立业 在这里爱弟兄姊妹 接待这些我们后来从国内来的 打给我人是一个国内来的 他说接待我们 打开家弄饭给我们吃 在教会传福音给我们建造我们 后来有人来了以后 这个人来了以后读了神学 拿了学位以后来到教会 他就开始攻击教会 他说为什么都是台湾来的 你知道吗 这就是在神家里面散播纷争 神从来没有说教会只有台湾来的 或者修口内来的 有个弟兄讲得很好 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乃是新造的人 乃是属灵的人是神要的 在神的面前没有男女 更没有什么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大陆来的 听众子妹我们在神家里面 神在乎神要的就是我们要的 神在乎的就是我们在乎的 但是有人就是在教会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希伯来作者才说 你们要圣洁 免得有人在你们中间生出毒根来 那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做破坏的事 所以我们要一起保持这个教会的纯正 完全让主举首位 是Christ center 是God center 以神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不要让任何世界的原则 讲法 观念 教训 进到这个教会 有的话我们一起来拒绝它 第二个 教会的生活是要让主在凡事上举首位 它是教会全体之首 保罗在各多习书讲到 为了要让基督在凡事上举首位 第三个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不久前刚讲过 要纯心谦卑舍己 让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言行 全为着能够容神一人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以前 在迪安佐之前 更早以前 我们有一个很小很旧的教会 在Orange Avenue 老齐的弟兄姊妹 可能都还记得 一个小小的教会 是1940几年盖的 那个教会的结构 很特别 但是在教会的聚会厅的后面 有一个小小的厨房 还有一个原来牧师住的地方 我们当办公室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 下的毛毛雨 加州冬天是下雨的 我到后面的厨房去拿东西 我在那里洗东西的时候 因为那个聚会是比较高起来 窗外是比较低下去的 那个房子是 有一半在地下室 一半是在地上的 所以我在那边就看到 后面有一个头在那边动来动去 那我就踮起脚来 从这个厨房里面往外看 我们中间有一个 才信主不到一年的弟兄 Stanford PhD 才信主不到一年 在下雨天 他一个人在后面扫落叶 没有人叫他扫 他刚来教会没有太久 他就是觉得教会脏 在后面没有人看到 他一个人就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神家 不用做给人看 你爱神 爱神家 希望神家表达出来的是一个见证 不会让 虽然很少 newcomer会跑到教会后面去看 但是他就觉得 神家是神的居所 就是应该最干净的 最好的 我非常感动 我就觉得这就是神家 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礼拜天 我们来去个会而已 你要知道在背后 有多少的弟兄姊妹 他们可能周末进来 修这个 弄那个 清这个 有多少的弟兄姊妹 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为着神家祷告 为着每一次的聚会祷告 为着把仇敌的作为赶足出去 我前两天才听到一个美工牧师 在台上讲 他说任何时候教会门一打开来 魔鬼就一定进来 他说仇敌的工作一定进来 他说一定要奉主的名 在主的名底下 在主的宝血底下 在主的十家大人底下 教会要祷告 要赶足魔鬼的作为 他说不然的话仇敌一样在教会工作的 但是今天不要以为我们礼拜天坐在这里 一切事情都是for granted 都是理所当然的 背后有太多的工作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牧师在他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聚会 有一个人进来带着枪 走到他前面来 他奉主的名带里面 斥责仇敌 捆绑仇敌的作为 任何掏出枪了 连续在他面前打了六枪 结果没有一枪打中他 他说仇敌的作为就是这个样子 他可以来教会破坏的 我们以前在教会讲到 讲到一般有人 本来以为是被鬼附 后来知道是精神问题 跑到讲台上 硬要叫我下台 大家上来讲 兄弟们 这些还是外面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东西 那种背后的批评论断 神家里面的混乱 仇敌一直都来做的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知道 要让主居守卫 然后用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彼此谦卑树邀 我们舍弃 我们相爱 我们来这里服侍 所以我常常看到 在垃圾桶旁边 有一些弟兄们 不光丢自己的垃圾 帮忙在那里 把一些盘子摆正 帮忙把一些 撒到旁边的垃圾捡起来 弟兄姊妹这都是爱神家 Projecting Worshiping 影响听 你们不知道的地方 有太多的人 在为这个家摆上 希望让主居守卫 而且带着耶稣基督的心 彼此服侍 第四个 其实虽然放到这里 但是它太重要了 一定要信靠圣灵 顺服圣灵 这边我引用了加拉太书 因为我能够引用的经文 这个纸张太短了 我只能够挑一截弄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想靠肉身成全吗 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难道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当然它是讲到我们在生命里面 不要再活在律法的底下 既然靠圣灵入门 不是靠行为称义 但是这个话你一样可以用在 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 在家庭生活里面 所有的事情上 你要靠自己的努力力量去做好 你会发现徒劳无功 你在教会里面 如果是凭着肉体 在这里过教会生活 我跟你说 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而且很可能还给神家带来伤害 而且还可能给魔鬼工作的机会 要过教会生活 要来我们说 We are not perfect 没有人是完全的 But we are sincere 什么叫做 sincere 我们是真的 我们是希望圣灵来改变我 让我能够真正的在主里面 在圣灵里面来过教会的生活 来达到神在我身上的期望 所以更不要说我们传福音 我们带敬拜 我们讲道 我们有任何的侍奉 我们一定要学习里面依靠圣灵 圣灵就是耶稣自己 复活的耶稣自己 祂在圣灵里面回到我们中间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 在教会做每一个服饰 哪怕是最小的 我被神不知道打过多少次 很多的时候自己以为预备得很好 应该可以讲得很好 就神就让你觉得吃得死张银 吃得死老鼠一样 讲完道就巴不得 钻到洞底下把自己遮盖起来 丢脸 可是当你自己觉得不行 依靠主的时候 反而圣灵可以工作 Biddy Graham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今天的教会 百分之九十五的事工 如果把圣灵挪掉 大家照样会去做 而且照样能够做 他说初期的教会不是这样 初期的教会 如果把圣灵拿掉的话 初期的教会 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事工 根本做不起来 今天我们人太能干了 我们不会依靠圣灵 带茶经 翻翻圣经 读读语读就可以带了 安排两个人 讲讲讨论问题 就可以带了 弟兄姊妹 你可以带 但是那个是不是神要的 那个是不是靠着圣灵 还是靠着肉身在成全 我连做饭食 圣经上都讲到 尸体凡事 被圣灵充满 他有智慧的人 他们都需要被圣灵充满的 连做饭食都需要圣灵 你更不要说 我们做其他的服事 弟兄姊妹 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要学会倚靠圣灵 那样谦卑承认自己 无能 无有 不行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里面 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所做的服事上 学习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依靠圣灵 让圣灵有空间去做一些 只有圣灵可以做的事 好不好 圣灵做的决定超过我们 对不对 圣灵说的话决定比我们有力 但是我们都把它时间 全部用完了 全部用自己的方法替代了 你让圣灵没有工作的空间 在家里面一样是这样子 带孩子们 带家庭祭坛 要让圣灵来做 学习依靠它 第五个尊道圣经教会 圣经中所有关于教会生活的教导 我在这里列了很多 每一点都在圣经上有 我因为纸张的位置的关系 我不能把经文列给你们 那么还有还不止这些 包括这些彼此 顺服 不是彼此 互相 这个经文太多了 都是讲到教会生活 彼此嘛 这当然不是一个人 互相 当然不是一个人 所以你把这些教导 多多找出来 它还有彼此款待 彼此 清热 彼此洗脚 我都没有空列了 太多了 那我就希望大家 我们有一个题目 会让大家从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从所有的彼此 互相的经文里面 你至少找一个 第二个呢 这边也讲到 顺服教会的纪律 我列了三处的经文 马太福音十八章 还有 《贴撒伦利加前书》 第五章 跟《提多书》 第三章 第十节 讲到教会的纪律 你也挑一节 挑一处 第三个是从 身体的佩搭 侍奉 或是 成全圣徒 各尽其词 这些经文里面 你也挑一个点 然后跟主员去分享 然后去交通我们 怎么样可以具体实行的路 我希望说我们 整个Christian Assembling 到底我们能够 这个教会达到 什么样子的水平 到底能够承受 神多少的祝福 到底能够在神手中 有多大的用处 然后完全在乎 我们每一个人 如何来过教会的生活 我们非常非常地 真心地 诚恳地 迫切地 希望每一个人 都把自己 在圣灵里面 摆到身体里面来 我们一起让教会更好 更和神的心意 让这个教会 真的是神的居所 神喜欢来 和充满了神的荣耀 祂的光 祂的爱 祂的生命 充满在教会中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不光拯救了我们 不光祢的宝血 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也不光祢 把一个永生的盼望 赐给我们 我们更谢谢祢 祢把我们摆在 祢身体的里面 摆在教会中 主啊 教会虽然是我们 蒙恩蒙福的地方 也是我们成长的学校 我们在这里 接受各样的装备 教会也是我们在这里 得到保护 得到供应的地方 但是我们更知道 教会是祢的身体 是祢的居所 也是祢荣耀的发表 也是祢旨意的成就者 主啊 帮助我们 既然被祢摆在 同一个教会 不仅仅摆在 同一个世代中 同样摆在这个地方 摆在同一个教会里 主啊 祢让我们 从心里面彼此珍惜 也让我们从心里面 彼此切实相爱 我们都带着一个 荣耀的负担和使命 我们要成为 祢荣耀的彰显 让教会真的是一个 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 充满光的地方 教会也是一个 充满祢生命的地方 主啊 祢祝福我们 祝福每一个小组 也祝福每一个家庭 让我们所有的学习 所有的长进 都成为教会的祝福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